那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 这说了半天到底该怎么样证明呢 比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 在我们都要学习啊 父子争国 实际上呢 父子争国这个事情 李炳南老先生考究 当时他俩都是呢 无可奈何 都是有所谓的利益集团 在后面驱使他们 他们等于有点像傀儡一样 特别是快馈 别人想要 这个通过他把政权取过来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 还是对于政权有迷恋的 有名利心 所以呢 这个 名不正言不顺 事不成 搞得最后一团糟 反而落了个不好的名声 这父子都在这争 在春秋时代啊 父子争权呢 这是 见不得人的事情 父不辞 子不孝 这哪里有伦理呢 像现在这样 那父子之间为了财产 还打官司 甚至还有这个 子杀父 父杀子的事情 这哪有天理在了 啊 所以 夫子在这儿啊 讲这个 先正名啊 也就是 先正人伦 人伦是大道 所谓道是自然的规律 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发明出来的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 本来如是 你像这五伦 父子 君臣 夫妇 兄弟 朋友 这不是人创造的 本人一天生就有了 不仅人天生有 动物天生都有 你看一群羊 它就有五伦关系 有父子啊 羊爸爸 羊妈妈生小羊 父子啊 有兄弟啊 有朋友啊 有夫妻啊 也有君臣呢 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 你看一群羊在一起跑 那个领头的那个就是君 跟后面跟着跑的那些羊 就是就是陈 你看动物里面都有五伦关系 何况是人呢 所以这是大道 我们的行为 符合五伦关系 这叫德 道德 道是天然规律 德是随顺自然的法则 随顺性德 这叫德啊 违背伦常关系 这是没有道德 缺德了 那就是名不正 言不顺 事不成 逆着天理而行 哪能成呢 即使偶尔成了 他肯定不长久 他是凶德 不是吉祥 所以夫子典出啊 首先要避正名乎啊 那是很深刻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偶尔大师 这里他的解释 他引用啊 王阳明先生一段话 跟我们解释 到底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 来证明 这是学问 你懂得道理 你该怎么操作呢 你要有这个智慧 我们看看偶尔大师引用的王阳明的话 人问王阳明月 这个人是王阳明的一个弟子 那么这一段话呢 是出自于王阳明传习录 是王阳明的门人 所记录的 王阳明我们都知道 是明朝的大乳 新学代表 他师从啊 这个陆九渊呢 陆王学说 跟这个南宋 这个宋曹的 陈珠学说 可以说是啊 互相抗衡的 同样这么样的有名 陈珠是理学 陆王是新学 那么偶尔大师 对王阳明先生啊 比较推崇 这个蒋介石啊 对王阳明也很推崇 好 我们再看 王阳明先生他怎么说 孔子正名 先如说 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 废者利盈 此意如何 当时呢 公子盈还在 本来魏林公的 自己的意思 就想立 公子盈 公子盈也是他儿子 这个人比较有人品 所以费了快馈之后 想立公子盈 但是公子盈 自己不想干 他很清高 他看到这个国家这么乱 他也就不想 这个 躺入这个浑水里头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问了 孔子所谓的正名 是不是先如所说的 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 当时还有周朝存在 这个东周 周朝末年 春秋时期 还有周天子在 所以上告天子 这个国家要换国君了 要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 方伯呢 是指这个一方诸侯的 这个 这些长辈们 那么也就是说 告诉诸侯 要废折立尹 当时折是国君 要把这折给废掉 要立尹做国君 此意如何 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 孔子所说的正名 因为孔子说正名 就说明现在名不正 那怎么个正名 是不是费哲利尹 叫正名 杨明大悦 王杨明先生呢 就回答说 恐难如此 这恐怕很难做到 岂有此人致敬敬礼 待我为正 我就先去废他 起人请天理 这说得好啊 说这个哪里说 有人啊 对你非常恭敬 对你啊 有周辈的礼节 要请您出来 帮助他办政治 那结果呢 你还先去废了他 这哪里是人情天理 能讲得通的呢 孔子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吧 底下又说 孔子既肯与哲为正啊 必哲 以能清心为国而听 孔子是当时很有名的贤人了 大家都知道 很有智慧 他做什么事 大家都能敬服 那么 那么 子路问呢 说卫君代子而为正 那就是一言下之意呢 当时卫君就哲 已经啊 很希望 希望这个孔子 来给他帮助政治 那孔子既然肯 答应 啊 答应哲 为他来啊 这个协助他办政治的话 那么当然 哲也是已经 清心为国而听 啊 肯定对孔子是言庭计从 啊 他敬服孔子 啊 他理先下士 特别是当时国家出现动乱 啊 这个这个快溃要回来征国 怎么办 给还是不给 啊 给了自己丢了王位了 啊 不给呢 就背了 大不孝的骂名 啊 这父亲回来了 你还要抗拒 啊 这大不孝 所以 当时肯定是对孔子 言听计从 问问孔子应该怎么办 啊 只可惜呢 当时 孔子没 他可能说了 没留下这个 这个 该怎么办的 这个策略 啊 那么王阳明先生呢 在这里了 等于为我们来说出来 啊 这是真正懂得 孔子信思 他说圣人 圣德 至成 必以感化 谓者 使之 无腹之 不可以为人 必将痛苦奔走 网迎其父 那孔子 那孔子教化人 肯定是呢 教之以德 啊 助君成德 啊 他肯定教 者如何做一个圣君 那圣人呢 圣德之成 圣人的德行 圣大 心是至成 至成是成到极处 我们讲至成感痛 啊 那么孔子是圣人的 所以他有圣德至成 他一定是会 以至成的心 劝化 为君呢 让他能够啊 听从 孔子的建议 使他呢 知道 无腹之 不可以为人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呢 没有父亲的人 等于是不孝啊 啊 父亲现在要回国了 你怎么还能够 以兵刀相向呢 这不可以为人啊 所以这是 利得之根本 孝经上讲 福孝 得之本也 教之所有生也 你想 利国 化民 那必须你自己 要做一个大孝子 让人民心服口服 那怎么做呢 殿下说 必将痛哭奔走 往迎其父 啊 所以这个哲啊 应该怎么做呢 他痛哭流涕 赶紧去迎接他的父亲 回国 啊 用至成的心呢 迎请他回来 而不考虑啊 是不是啊 自己要当国君 的问题 把孝道放在第一位 那你有这样的至诚心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啊 我们讲 善有善报 至成的 行善 那天 必定会呀 给你大的福报 所以 父子之爱 本于天性 啊 这是天性啊 哲是 快溃所生的儿子啊 啊 我们讲虎狼 再狠 再凶 都不会 吃自己的儿子啊 何况是人 所以 父子的这种爱 是天性啊 你用至诚心 去孝顺自己的父母 他就能感化他 所以 哲能痛悔 真切如此 啊 只做儿子的 这个 卫君 哲 能够痛悔 痛心疾首 毁什么呢 毁当初啊 自己继承了王位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父亲在 按理来讲 自己不该继承王位 继承这个君位 啊 当然他这个呢 是情有可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卫灵宫的意思 就是他爷爷的意思 啊 那爷爷在啊 就得听爷爷的 啊 父亲虽然在 也得听爷爷的 啊 所以情有可原呢 那你现在呢 爷爷不在了 啊 父亲回来 立刻呢 痛悔 真切 去承认错误 感动父亲呢 那么 快溃 其不感动 抵御 这他的父亲 快溃 岂能 不 为之感动 岂能 不 为之啊 欢喜 啊 抵御就是欢乐的意思 他还会开心的 看到儿子对他这么样的孝顺 啊 那 快溃 祭还 快溃 回国了 哲乃治国 情路 这个做儿子的 把国家的大权 交回给自己的父亲 然后呢 自己 请死 啊 在父亲面前 请罪啊 自己是大不孝 当时是无可奈何 因为爷爷在 爷爷一定让我当这个 国君 所以不得不这样接受 国不可一日无君 啊 现在父亲回来了 把国家政权还给你 我呢 请死 啊 知道这是死罪 那 亏以见化于子啊 当时 这父亲快亏 当时已经被这个儿子这样的真诚感动了 啊 自己的轻生骨肉 对自己这么孝顺 而自己当时呢 其实是不孝 啊 他为什么被逐出 外国啊 就是他自己要谋杀自己的母亲呢 啊 虽然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正经的人 啊 那毕竟是母子啊 你怎么能够啊 谋杀母亲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缘果报啊 真的是 啊 这历史上呢 啊 你你谋杀母亲 你是大不孝 所以你的儿子也不孝 啊 那么这都是假设啊 啊 王阳明事后说假设 他他儿子应该这么做 啊 这叫孔子所说的证明 其实他没有这样做 快亏自己也是死于非命 这都是夜阴果报 啊 那当然最主要的因还是在魏林公身上 他自己好色 好色就这个家乱 国也乱 那又说回来 这是还在假设当中啊 快亏呢 当时已被他儿子感动了 看到儿子这样真诚 把国家政权教回来 啊 自己请罪 啊 那么又有孔子 制成调和期间 那孔子当时正在帮助 这个 这个哲啊 啊 那孔子当然会调和啊 那孔子他是德高望重之人 啊 那他又制成的给他们父子调和 啊 那孔子肯定会这样做 为什么呢 孔子是守重人伦呢 父子之间怎么能相杀呢 啊 怎么能相争呢 所以肯定会劝导他们 那快亏这时候呢 看到国家政权 儿子又愿意交出来 啊 自己又这样的向他请罪 啊 那本来自己原来是大不孝 自己犯了罪 被逐出外国 也不能怪自己的儿子 啊 那当然也会原谅自己的儿子 嘛 啊 而且呢 这当义绝不肯受 仍以命者 啊 这样的情理当中 这快亏还能够把这政权拿到手吗 你再拿的话呢 国人都耻笑你啊 啊 你当时是叛乱了 逃出去的 你现在回来 儿子对你这样真诚 儿子这么有德性 把政权交给你 你就一拿 拿了就走 这这你像话吗 所以快亏那时候 你也是 于情于礼 都不会受的 啊 还是会把国家政权 委任 委任给这个哲 让他儿子继续当国王 啊 当这个国君 你看 这样的 结果多好 啊 所以群臣百姓啊 又必欲得哲为君 啊 啊 这文武大臣上下啊 朝野百姓 看到了 哎呀 这个哲 这么样的闲笑 啊 你看 这个政权 并不放在眼里 他把孝道放在眼里 啊 他把父亲迎请回来 自己要请罪 这样贤能的君主 百姓爱戴啊 群臣拥护啊 肯定还是要 大家建议立哲为君 啊 他不会想让 宽溃做君主的 因为宽溃已经 他这个行为 已经失去了 信用 啊 所以 哲乃自曝其罪恶 请于天子 告于方伯诸侯 而必 欲治国 于父 啊 这个 当儿子的哲 他 把自己的罪恶啊 发露出来 啊 向世人承认错误 啊 暴是暴露啊 发露出来 啊 他什么罪恶呢 父亲在世 他接受了做国君 这本身 是不妥当 啊 虽然当时是迫不得已 也是啊 不太妥当 啊 但是呢 这个大家能够原谅 啊 那么他呢 在这里 至诚的忏悔 请于天子 啊 向周天子 这个这个 汇报 啊 请罪 告于方伯 诸侯 向这些诸侯 啊 这些长辈们 都啊 承认错误 啊 而必欲治国于父 啊 一定要将这个国家 啊 为国的大权 交回给自己的父亲 快愧 啊 愧于群臣百姓 一皆表辙 悔悟人孝之美呀 请于天子 告于方伯诸侯 必欲得辙为君 你看 这肯定是这个结果 啊 那快愧 跟群臣百姓 当时看到啊 这个 哲 能够会晤 啊 能有这样的人孝 这是 美德啊 啊 所以呢 快愧 怎么还能够接受国家的大权呢 啊 国家应该交给人孝之君 来治理啊 啊 所以 他也会 请于天子 告于方伯诸侯 啊 要立哲为君 就等于啊 善让一样 啊 父亲 虽然在世 把这个君位 让给自己的儿子 让贤了 于是 急命于哲 使之父君 为国 啊 所以呢 这父亲呢 等于 他一定会 召集 群臣百姓 啊 把这个 国家政权 又重新 交给哲 使他呢 恢复他 为国的君位 这不得已 那个诚心的 啊 让他去做这个国君 啊 那不得已 接受 接受了之后呢 如后世上皇故事 等于是啊 像后世也有这样的例子 啊 尊他的父亲 做太上皇 啊 就像 唐朝 唐太宗 尊他的父亲 李渊 啊 做太上皇 啊 李世民继位 做唐太宗的时候 啊 李渊还在 啊 那么乾隆皇帝 自己呢 这个做了六十年的皇上 啊 结果呢 最后啊 就把皇位 让给自己的儿子 自己做太上皇 啊 这都有这样的例子啊 父子相让 这是啊 在历史上成为美谈了 啊 所以尊魁为太宗 啊 让 快溃 做太宗 啊 因为呢 当时不称皇 啊 后面皇帝称太上皇 啊 那当时呢 是 魏国是称公 啊 像魏陵公 快溃是魏庄公 啊 那 如果当时呢 哲 他不跟自己的父亲抗衡 而是呢 像这样讲 尊他的父亲为 魏太宗 这多好 自己做国君 啊 被物质养 让他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啊 对他尽孝 而使自负其位 然后自己呢 才恢复自己的君位 则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名正言顺 一举 而可为正于天下矣 孔子正名 或是如此 你看这王阳明先生讲的 多好 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人德的人 应该是这样做的 啊 这样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个名称啊 你就正了 想要治国平天下 最重要的 你得把人伦正好 啊 论语里面 孔子讲 为正之道 就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啊 啊 当国君的 像个国君 当臣子的 像臣子 当父亲的 像父亲 当儿子的 像儿子 这就名正言顺了 啊 所以你看看这个 快快跟他儿子 折 互相这样争 这什么呢 没有智慧啊 也没有德行 搞到富不富 子不子 君不君 臣不臣 这天下大乱了 你看 什么问题都能够 很好的解决了 可是我们没有真正 接受圣贤教育 心里只存着私利 真的 争利 最后呢 搞到自己是家破人亡 身败名裂 社会动乱 名不聊生 何苦来呢 所以啊 真的 古人是有一句 谚语讲得好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孔子那时候是老人呢 所谓老人就是 真有德行 有学问 有经验 懂得如何处理问题的 哲 当时没有采纳 孔子的建议 很可惜啊 那 那确实 当时连子路 还没有把这个问题 看清楚 也是不容易啊 子路是贤人 孔子是圣人 圣人跟贤人 真的还是有差距 贤人是比不上圣人 智慧 只是差一等 所谓智慧差一等 就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所以子路还听到夫子讲说 必也正名乎啊 他还不太服气呢 没想到孔子啊 实际上的意思很深 就是治国的大道 在此地 名正者言顺 那名怎么正啊 人伦正了就明正 整个圣贤学问 就是关于人伦的学问 清朝 陈洪谋先生说的好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一个人怎么离开五轮关系 而独自生存 不可能的 人是群居动物 他必须有人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 要名正言顺 所以整个圣贤学问 都是这个伦 人伦的学问 怎么处理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包括处理好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都是讲到伦 伦是关系的意思 所以从这一段 王阳明先生的评论 我们真的学到不少 本来这个结果可以很好的 你看 如果这个哲 真正像王阳明先生 所说的这样做 那真的成为世上 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美谈了 孔子赞叹了 那他也能保重军位呀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人呢 就是所谓的历令智昏 追求名利的时候就没有智慧了 眼光短浅 得失心太重了 就办不了事 事不成了 事不成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兴法不重 名无所措手卒 结果魏国后来就大乱了 你看 就是这么一点点差距 一念之差 这历史啊 就变成两个方向 所以这圣贤教育何等重要 不仅平民百姓要接受 领导人更需要接受教育 好 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 凡迟迟 请学驾 子曰 五不如老农 请学为谱 曰 五不如老谱 凡迟出 子曰 小人在 凡须也 上号礼 则明莫感不尽 上号义 则明莫感不服 上号信 则明莫感不用情 夫如是 则四方之名 抢腹其子而致已 焉用驾 这个是孔子弟子 凡迟 向夫子请问 怎么样 学这个 苗价 种菜 种庄价 这事 孔子不答复他 只是说 五不如老农 种庄价的事 我比不上老农 这个 为谱呢 为谱就是 种蔬菜 这 远谱 种蔬菜 种蔬菜 我不如老谱 这个凡迟 听了之后 没听明白 孔子 话里有话 这当学生的 得 用心听 不能就是 听到这个言语 还要听 言外之音 那是君子 事思明 听思聪 你要听 听得懂人的意思 孔子 他是圣人 当然他也能够 懂得 种庄价 种蔬菜 可是在这呢 他说他不懂 我比不上这些人 你去问他们吧 没给他讲 怎么样种庄价 怎么种蔬菜 那结果 凡迟出 凡迟只好 出去了 然后呢 孔子跟其他的弟子 说明这里面的道理 夫子批评 凡尺 小人在凡须也 这个小人呢 不是贬义的那个小人 这个小人是心量窄小 眼光短浅 只看到呢 这个这个 那么一点点 看不到大局 这样的一个人 叫小人 他并不是坏人 那么孔子认为呀 种五谷 种蔬菜 这些事情呢 属于小人之事 所谓小人就是 他们只关心 自己一身一家 这叫小人 你只肯自己种菜 自己吃 不管天下人 那就是小人 所以老农老朴 这个是讲呢 指那种 心量窄小 他只看到自己身家 没看到天下 那当然 如果能看到天下的 心怀天下的脑龙老朴 那就不是小人 是大人 那夫子在这里是批评 饭须是小人 他只想到这么一点事 那底下就说明了 上号礼 则明莫感不尽 孔子当时的政治 并不是很好 春秋时期是乱世 所谓礼乐不兴 所以孔子呢 他忧国忧民 就想着如何在天下 推行礼乐 推行周公圣志 这是大人所关怀的事情 他心中想的是这个事 可是饭食在这呢 向夫子要学习 怎么样种菜 种庄稼 实际上饭食他的意思 等于讽劝孔子 你呀 不要再想那么多 这个这个 在天下推行周公之志的事了 不如呢 你教些人 怎么种庄稼 怎么种蔬菜 还来得实在 干点实在事吧 你别老误虚了 饭食啊 心里是有这么个想法 所以啊 故意对老师说 我要学家 要学维谱 这就是名声 结果呢 孔子不以为然 他认为办政治啊 更为重要 为什么呢 政治是 首先你要转变在上位的人 上位的人 一个人转了观念 整个国家的人都得福 那孔子 那孔子要办这个大事 那这个事情没人办 他要来办 所以他说 上号礼 在上位的人 喜好礼 礼 则民众不敢不敬 大家都会恭敬 为什么呢 领导人 重视礼敬 上行而下效 那肯定 那肯定大家都会礼敬 这礼就能复兴起来了 所以最终要改变上位的人 你看这孔子不遗余力的 就是这样 他希望在一个国家 能够做一官半职 能够跟国君接触 劝化国君 能够推行这个礼乐之志 底下又说 上号义 则民莫敢不服 好义 就是喜好道义 讲恩义 讲情义 那在下面的人民百姓 岂敢不服 都会服从 心服口服 为什么呢 这领导人是一个 有道义的人 上号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 这讲信实 在上位的领导 诚信 做人很诚恳 很守信 民众就不敢不用情 情是情实 也是以诚实相待 所以改变上位的人很重要 那这里 夫子举出三个方面的意思 上号礼 上号义 上号信 这是做民众的好榜样 正极化人 几身正 孰感不正 自己做好了 样子 底下的人 谁敢不听从 谁敢不效仿 怕的是自己没做到 要求底下人做 没人肯做 所以这里 讲到 在上位的人 那个 夫如是 真正做到 这个样子 这四方之民 强腹其子 而之以 四方之民 就是周围的百姓 包括其他国家的人 都会什么呢 强腹其子 强腹 就是 强宝 当中 这些小孩 就是用布 把孩子包在 这个肩上 包在这个背上 这叫强宝之子 背着小孩 来投靠 这 焉用架 那还用自己 去耕种 庄稼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呢 孔子勉励弟子们 要研究 修己 安人的学问 修己 安人 修己 以安百姓 好好自己 修学 修身 而 齐家治果 平天下 这是一个 世人 君子 应该做的事情 不必要分心 去学这 学那 学种菜 学种庄稼 这人生在时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能学得来吗 你要为了吃 你去学种庄稼 学种蔬菜 那你为了穿 你还要学缝纫 学织布 你这个这个 为了看书 你要学照纸 学印刷 那 那有的你学了 大好光阴 这样分心 就散掉了 孔子在这 是强调 一门深入 常识 寻修 你真正在一门上 学通了 自自然然 你治国平天下 你做出真正有利于 百姓的事情 比你教他们 种庄稼 要更强 所以孔子认为 政治改善了 是发展农业 发展工业和经济的 一个必要条件 那怎么样把政治办好呢 那最重要的是教育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所以首先要办教育 而且教育里面 守重 伦理 道德 英国教育 所以真正是 怪不得古德讲 半步论语 治天下 你看 这些道理 你要是真用到 这个政治上了 天下太平 这我们今天学的 这几条 就够用了 你看 这前面讲的 先知 劳知 无倦 先有私 设小过 举贤彩 正 明 明正 言顺 这都是治国之道 正人伦 在上位的 好理 好意 好信 这就是治国之道 所以凡时在这儿 遭受孔子的批评 这也是留下了 非常 这个 这个 发人深思的 一条哲理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看孟子 孟子里面专门有一段 等于演绎了孔子的话 当时呢 孟子 到这个藤果 那么当时呢 有一个叫许行的人 这个是奉行农学的 当时是租子百家 各种学说都有 这许行呢 奉行农学 要求发展农业 他建了滕温宫 这滕温宫呢 也很赏识他 所以呢 这个许行啊 就在那里 这个 教化百姓 教大家呢 穿出马的衣服 靠打草鞋 靠打草鞋之席子 来谋生 耕种 干农伙 他说这样呢 这才称是发展名声 那么 有一个原来学儒的 儒家学说的 这个 这个 叫 陈相和他的弟弟 陈心 也来投靠啊 许行 认为 许行是圣人 结果有一天呢 陈相来拜访 孟子 就说了 这个 这个 贤人啊 治果 应该呢 跟老百姓 一起耕种 不耕种 就不能吃 亲自耕种 亲自做饭 这样才是 贤良的君主 否则呢 他自己不耕种啊 让百姓给他 这个 这个耕种啊 他 他等于是寄生虫 啊 让百姓来养活他 这怎么能叫贤民呢 结果孟子听了 这个这个 陈相的话 不以为然 啊 那么他知道 陈相跟这个 许行术 学的 孟子 讲话很 很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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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种 风格啊 特别厉害啊 他就问了 说许子 一定要自己 耕 耕种 才吃饭吗 陈相说 是啊 啊 那么孟子又问了 那他一定要自己织布 才穿衣服吗 陈相说 那不是 许先生呢 是穿那个 出马的衣服 啊 这个 这些衣服啊 都是呢 用粮食换的 啊 那孟子说 他戴帽子吗 啊 也戴帽子 帽子 是自己织的吗 哎 不是 也是用粮食换的 然后孟子问了 那 许先生 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啊 这许相说 那因为怕 误了浓火 哎呀 孟子又问了 那许先生 做饭 用锅吧 啊 那锅 这个 这个 啊 是自己做的呢 还是用粮食换的 哎 陈相说 是用粮食换的 啊 那许先生 用农具耕种吧 啊 那农具是铁器啊 啊 那铁器是自己做的吗 哎 也不是 也是换来的 哦 是这样 啊 那 这个这个 啊 孟子说了 那 如果 一定要靠自己 去做事 才能得这个享受 那许先生 为什么自己 不去啊 自己打造农具 啊 自己织布 来来 来来织衣服 啊 而要去一件件换了 这不是太麻烦了吗 啊 那孟子 这个逻辑给他问的 陈相就说不出话来了 啊 那么 结果呢 孟子就告诉他 那治理国家的人 啊 那 怎么能够说 非得一边耕种 一边治理呢 啊 这个 百宫啊 都有分工 啊 做农具的 植布的 啊 耕种的 各有他的本分 工作 那治理国家的 那怎么能够说 能分心呢 啊 他要考虑的事情 太多了 所以孟子讲啊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啊 这个 就是用脑力工作的 劳心者 他要治理人 啊 比如国家的官员 在上位的领导 他要想着怎么样 带好国家 啊 劳力者 治于人 嗯 这个 这个 用体力做事情的 啊 他是接受管理 这等于社会有分工 治于人 治于人者 食人 治人者 食于人 天下之同意 啊 这个 被人治理的 就是劳力者 啊 食人 就是啊 供养人 啊 治人者 食于人 啊 那些 做领导的 啊 他要专心的治理好国家 那他就要接受人的供养 这是天下之通意啊 啊 所以 这个孟子 他的意思 也很明白 人有分工 不同 跟孔子这里讲的 啊 真正 你要推行政治的人 啊 教化百姓的人 不必要学庄稼 啊 学这个所谓的 那个 啊 种 种蔬菜 那都不必 都是自己 一门是乳 啊 那么孟子呢 后面还有一段话 也讲得很好 啊 这个大意啊 我给大家讲一讲就好了 啊 就说 当时在摇 那个时代 天下还不太平 啊 洪水泛滥 草木呢 无限制的生长 啊 禽兽啊 也常常危害人类 啊 啊 那么当时呢 姚啊 就选拔顺来治理 啊 那么 顺后来又选择了雨 大雨治水 啊 这个治水非常的得力 啊 这是八年在外啊 三过其门而不入 啊 所以孟子讲 雨啊 连自己家门都没时间回去啊 啊 都不能入家门了 他哪有这个时间自己亲自种地呢 啊 他要治理国家呀 啊 那后来 这个 哎 后继教人呢 中庄家 这是后继他的专业 他是农 农家的 这个这个始祖 啊 啊 那么 但是呢 哎 人学会种庄稼了 有宝石 有暖衣 啊 一居而无教 则金于禽兽 所以呢 圣人呢 优之 使气为司徒 教以人伦 啊 当时顺 委任了 司徒啊 就是气做司徒 司徒就是 我们讲的教育部长 啊 这是教育的关 让气去教人 教人伦啊 啊 教什么呢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啊 教这个 啊 所以后面讲到 圣人之幽名如此 而下耕乎 圣人啊 他考虑的事情啊 就考虑这些 怎么样把人民教好 他要办教育 用教育来推行人政 他哪有时间耕种 啊 这段话呢 可以说是 孔子 回答啊 啊 这个讲凡史 这一章的 很好的注脚 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这个 啊 基层意思 还没讲完 底下还有偶尼大师的注解 待下一次 啊 我们再跟大家 做汇报 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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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